在創世基金會基隆分院院長李淑婷指導陪同下 張榮發慈善基金會董事長吳景明 以及基隆長榮桂冠酒店總經理陳建朗 一起幫忙做植物人專用餐 寒冬歲末之際張榮發慈善基金會 以及基隆長榮桂冠酒店不忘做愛心 特地分別捐贈26萬元善款購買植物人 化痰機等專用設備 以及購買創世基金會發行的兔寶裝飾品 在二次義賣所得13萬元 分別製贈給創世基金會基隆分院 作為照顧植物人的愛心經費 張榮發慈善基金會 為了能夠盡一份心力 我們捐了一些設備 然後呢也跟長榮規劃合作 我們做的兔寶傳來的一個活動 來募集一些燃養的資金 我相信我們小小的舉動 希望可以影響社會大眾其他有愛心的人 一起來協助我們創世基金會 謝謝 我個人很感動就是說 他們這種精神實在讓我非常佩服 所以我自己從內心 也期許自己一定要去努力去幫忙創世 包含這個所謂社會的這些弱勢團體 將來有機會的話 我想我的飯店在基隆的這些力量 能夠在每一季或甚至每個月 都有一個活動來協助這個創世基金會 創世基金會基隆分院院長李淑廷 由衷感謝張榮發慈善基金會 以及基隆長榮櫃罐酒店的愛心 讓植物人得到更多的愛和照顧 先感謝張榮發慈善基金會 幫助創世基隆院設備提升 捐贈了一台洗衣機 六座不自然的床房櫃 兩台化檔機 兩台拍檔器 再來要感謝張榮發慈善基金會 以及基隆長榮櫃罐酒店 攜手合作 任購兔保100支 兔保傳愛 攜手送暖 共募得了十三萬八千八百元 創世基金會基隆分院 也希望社會各界能夠持續支持創世 關懷植物人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